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1月9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截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益高证券投资总监国智威 Will Sir 跟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Will Sir 早晨 大家好 美资息回软 美股表现比较反覆 到此昨晚先升后跌 恒指夜期没有升跌 高上56点 今天我们看着什么焦点 今天看着焦点 其实我们讲一下大围 为什么过几星期升得多厉害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美国上星期有几招 首先就是财政部的发债规模 比市场预期为低 大家就有点兴奋 原来可以不用集那么多支 第二件事就是 巴威尔也说未必有机会 市场衝劲未必有机会再大幅加息 起码先踩一步 不要去到那么尽 而第三就是浪花 即数据相对上是有利过股市 导致这几个原因一跌一气 就令到股市有大幅反弹 就着这个看反弹 其实都有几倍 这个回合似乎就在12月前 有少少那种叫做粉色炒窗 或者叫做Santa Valley 那样 所以我们偏向看这个方向 应该都是会反复有反弹 但是有趣的位置就是 昨天呢 即是美股三大指数呢 刚刚就去到一个技术阻力位 那所以可能会有机会 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呢 就有小幅的回落 那当小幅的回落完成了之后呢 有机会再向上刺多一波 是的 稍后Will Sir会再和他详细解释一下 怎样看市况的走势 以至于想猜一下 究竟有达完没呢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疑难的话 都欢迎WhatsApp留言名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点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联储局主席鲍威 星期三的演说 就没有评论到货币征册 或者经济前景 市场观望来近 今个星期会更多联储局官员 说有没有提示 美股年日上升之后 星期三就有个别发展 导致一度升至100点 中段曾经倒跌超过150点 收市跌40点 报34,112点 纳指升10点 报13,650点 年升第9个交易日 标指升4点 报43,812点 年升第8个交易日 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失手4.5厘关 美国指数靠稳在105.5的水平 各别焦点美股方面 亚马逊计划 裁减旗下音乐服务部门的雇员 但没有提及人数 股价跌0.4% 英特尔也收跌超过2% 苹果和Google升至0.6%至0.7% 而游戏平台Roblox 上季收入强境 股价升超过1.1% 电动车股Rivian 在贵迹后 股价升超过7% 收市到跌2% 股票交易平台Roblox 贵迹后急速1.4% 然后看招点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腾讯ADR自算布309.69 比本港收市升0.4% 阿里和美团升0.4%至0.5% 网易升0.8% 京东和百度比港股偏远 汇丰控股ADR自算布58.75% 比本港收市价升0.8% 友邦升0.3% 港交所比本港收市跌0.3% 看看今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偏远 34151点跌22点 万纳指标指期货向下 亚太区股市南普遍是靠穩 但升风不转话很多 日股现在升0.4% 日经平均指数32,294点 升127点 南韩市升不够1点 澳洲市升0.5% 新西兰市升0.3% 然后我们再看恒指黑期的表现 可以看看稍后港股初段有没有情况 现在呢 这个网络有点问题 不要紧 转后再和大家更新 港股最新今早市况 我们先和Viu Sir 聊聊外围的情况 本身就看看昨晚鲍威尔说 有没有什么特别可以 进一步市场 可以多看一些数据 证明大家预期是否正好 但总之昨晚就比较相对 温和一点的发言 没有特别去触及 一些货币政策走向 但如果看回美股 纳指标指都创了两年来 最长的年升纪录 如果看回最近的债息 都终于有个高位回落 之前大家就很害怕 债市不肯被扔 现在究竟如何判断 是否债市已经有个转势 美债息是否真的已经见顶 到了未来美股 现在只是一个大反弹 还是真的走势又转强 先回答你债息的问题 如果根据联储局 那点阵图的官员 其实都说暗示着 应该是12月 应该还有一口要加的 但市场上就不是这样看 反过来就是 比较兴奋和刺烈的 他们认为联储局 加不到息 甚至乎 减息 即是有机会减息 如果他们看回市场利率 期货的角度去看 市场偏向是投票 认为在下一年 是会试回 9月前可以大约去到五厘 或者是四厘七五的位置 换言之 和联储局的点阵图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性 事实上 鲍威尔的言论也没有说 有什么特别的冲击 其实事实上 他们应该 根据过往的历史 不要忘记明年是一个大选年 在这一年里面 加息的速度 以至是幅度 都比较快 比较多 你会留意到 其实开头 原来可能一个月 可以一次加三码 然后慢慢就跳了 就慢了 速度 现在去到可能两三个月 才加一码 一码就是0.25 其实整体来说 似乎在个息率 应该大约都在一个高位附近 但是市场就过分 预期认为 转过头就可以做回减息 如果我们看回过往的历史 似乎比较偏向 在大选年之前的选举 前的三几个月时间 就开始会做一些 宽松的政策 去有利股市 如果你反过来数 似乎可能是 2024年 即是明年 六月打后 有机会是减一至两次的息口 即是这样的想法 是比较 reasonable 和make sense 少少 所以呢 这个位置 我们会判断为 似乎是多淡仓 在个股票市场要夹 这样的机会比较大 那我们认为会是一个 Santa Valley 就是一个叫做 季节性 可能是一个粉色厨仓 一个圣诞的一个礼物 一个反弹的居多 是 那我们怎样可以把握好 这份礼物 现在的部署可以怎样 因为有些有个别 一些大型科技股 其实都弹了 已经不少了 我们应该去追买一些强股 还是怎样呢 那这个是说 刚才 即假设我们的判断是正确 即是夹淡仓 那美元 现在就 我们看回 就是累积了的好仓 反而是比较多 即是换言之 比较稽佣的交易 都是看好美元 其实通常都会走回相反的 那就是换言之 那个美元就没有叫做 急速破顶的机会 暂时 那我们看暂时偏还行 或者向下的整股居多 那这个有利股市 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Central Valley如果是一个 成立的话 那留意什么板块呢 你就会发觉 近这一年的债息 不断抽升的时候 其实那些钱好像涌了下去 神奇七合 或者那七个大科技股巨企那里 那相反来说 我们叫它做一些Imagine Tech 比较 譬如是契妈类 ARKK那类 即是比较没有盈利的那些 就很低残 就被人成为抛售的目标 那理由是因为 债息抽升是不离他们的 那现在就在市场上 憧憬着债息可能见顶有回落 或者是没有那么加息的幅度再加大 那反过来这些受害的股 就因为累积跌幅太多 就有机会有一个好少少的反弹 那所以其实你看到上个星期开始 神奇七合的升幅 好像不够那些Imagine Tech 即是契妈类型的股份 弹得比较好 那我们估计 这里都会有一个 在12月中之前都会有一个持续势 所以你说选择sector 博反弹都应该偏向选择这些类型的 会好一点 就是受加息周期影响得太深 受害者太深那种 就起码可以有一种不错的反弹 如果选择sector 就会选择他们 是 如果你说给你选择一些深水的美股的话 你自己有没有说 现在可以留意哪几个股 我认识说一下给大家听 尋谱就自己去斟酌一下 好啊 不如分享一下 因为你刚才又传了一张图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 同事们可以开开一个图出来 就是分享一下 通常美股过去那些日子 在11月的表现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数回刚刚好 跟距离美国大选年 就是刚刚一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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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今早上传了个图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 通常11月份的表现都是不错 好啊 这个有一个机构统计 其实这个整个图表 就是说整个11月里面的走势 有实线和虚线的部分 实线基本上就是说 一个平均年的11月的表现 虚线就是pre-election 就是大选年的前一年 其实大致上的走势 都没有什么太大分别 11月主要看呢 都是偏升 向上反弹 向上升的机会比较大 那好了 那如果整个11月是偏好的话 就没理由每一个交易都向上升 都总会有些调整 回落的时间 那你如果你看看一幅图 那下面有行数字打环的 你见到11月1号 2号 3号 这样 其实就1号去到8号 就偏向升的 而且就会是一个第一波的升波里面 之后就会进入调整 那which is 现在 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其实是中到不得了的 如果你看看这幅图的话 是的 都根据过往那些 historical data 的 performance 都似到十足 好了 然后幅图就告诉你 未来的个几星期 就会有偏向的调整 有向下的调整 可以调整 十几十几分 是的 那会有个几星期 过人两个星期 到其时大家可以留意 我刚才所说的那些sector 刚才我来说的那个sector 究竟是Imagine Tech好一点 还是神奇七合好一点 那我回答你了 应该是Imagine Tech 是会好一点的 是的 那到其时你就找 可能未来的个几星期里面 可能会有一个回落的机会 给大家博一博反弹 留意 这是一个博反弹 我个人认为 就不会是一个大升幅 起码在十二月前 我们也不会改变这个观点 先了 那就跟回这幅图去做事 那幅图也很明显告诉你 可能九号开始就会有回落 直到可能十九二十号这些位置 就应该是一个调整的 个几两个星期了 到其时看看有没有这类型的股份 就可以想想 接着就坐到去 可能十一月尾 甚至乎是十二月头 就是整个部署和想法 暂时都是这样看着 是的 真的这么巧 今晚可以看看 今天十一月九号 可以看看是否市况走势 真的这么巧和历史相似 我们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简单总结一下 稍后就问Will Sir 如何看港股的情况 当然大家有美国港股问题 欢迎留言发问 看看恒指的情况 昨天也有回落 本身恒指早市最多升过83点 各位见过17,753点 但也上升佛力 下午之后曾经跌超过130点 恒指全日跌了101点 收过17,568点 正交价大约941亿 波指跌了35点 报4020点 ATM偏远 小米升2% 领展公布业绩 派息实质不减 股价升大约1% 另外 大家关注的是外电消息 引述消息说 平保被要求接受碧桂圆 虽然平保火速否认了 但股价价价是受累 跌超过5% 一种内房股急升 其中碧桂圆升了1,2% 看看北水盘路 说沽年跌2天 北水买货的意欲减 全日正流出13.6万 抹转过去多日的吸资洗头 而个股方面 看见北水主力买中芯和小米 两只股份分别 吸资1.9万和1.6万 药名生物也吸资1.2万 个股正流出方面 资金也估在指数 ETF、盈富基金和南方科的ETF 分别走资16.6万和6.1万 妈就和Will Sir说过港股 其实港股也很好 近日都是低位反弹 情况究竟是否和美股一样 还是怎样呢 港股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 但这两天就回复一点 究竟是整股之后有力 再有一个明显的反弹 还是已经差不多 正如我刚才所说 其实港股 其实都是属于一些叫做新兴市场的一个看法 特别是多的科技股 刚才我们说过 ARKK那一类Imagine Tech 以及港股的科技类的指数 其实我们会把它归纳为同一类 所以其实如果你在美股里面 没有什么深水间 我认为在港股里面 你都认是可以效益的 当然是 在科技那部分 有个秘诀 因为最近它刚刚创了一个新低 就是近期的低位 大约是十月尾中尾的时间 留意一下那类的股份 有一个反弹之后 其实它刚刚就撞回上面的密集区 阻力区 有一个回调合理的 合情合理的 但是那个关键位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提示 就是它回来 如果试到那条十天线 而且那十天线有支撑 即是告诉我 二十天线是多少钱呢 在一个极数位里面 可以考虑 选择那些股份 或者甚至是科技 就是大家可以考虑这个角度 这样 然后就跟回 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模式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在十一月中至尾 开始找到一个底部 找到一个支持 然后就在美的时候 有一个反弹的 博的机会 这样 比率 准备